好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UTA TV OK 今天呢 UTA 就要給我 親愛的 Fiona 去寄包裹 醬醬 就是這個 然後 其實我也沒有 真正在郵局寄過 同是歐洲的包裹 幾年前有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OK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Let's go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寄包裹的郵局 我們進去看看吧 其實郵局的標配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東西 可以在裡面買到一些郵票 現代版的郵票 還有電話的業務 銀行的業務也有 然後我們先買一個普通的箱子 然後這些呢 然後這些呢 就是法國寄法國的箱子 然後這些就是寄歐洲的 然後我們通常呢 郵局現在都會跟這個叫做 KonoBoss的公司合作 然後這是5kg 要60多歐 還有一些小件包的一些 郵包 OK 讓我先挑挑 然後就是 醬怪 還買了一個這樣子的箱子 拿了一個L號的5kg 來看看 OK 現在是粗棕 粗棕 粗棉棕 幾個月的SIM卡 你不看好嗎 你不看好嗎 還是封起來 然後到那裡 到那裡 到那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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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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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玩一次 這個就是今天的箱子 等一下我要拿去切 這要塞過門 還有一點點東西太長 我要塞不下去 然後應該是後面拿去寄 OK 那我們現在就到後面那些小機器 去寄我們的郵包到維也納給Fiona 這邊就是銀行的一些取款機 然後還有一些復印的業務也有 然後把箱子放上去看一下多重 基本上沒有超重就OK了 然後按一下選郵包選國家 然後就輸入你要的地方 然後烏塔問了一個旁邊一個職員 然後他告訴我 箱子也是在這邊付款 就是付過款就不用摁了 然後就填寫相應的詳細地址 只收件人信息然後付款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大家都會得到一張貼紙 就是貼在箱子上面的 這一張就是包括了箱子的費用 真的很快要把這個地址貼在這個上 實際是這樣貼的 我還是讓那個服務員幫我貼好了 我怕貼走了 我怕貼走了 謝謝 謝謝 OK 那麼今天呢 這個就是烏塔的這個 油 啊怎麼說 是法國郵政的方式的一個分享 其實烏塔覺得這樣子的話 對郵政會減輕他們的工作量和壓力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是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 對 那麼今天節目就要見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喜歡烏塔TV的話 不要忘記給烏塔一個LINE 然後拜託拜託訂閱烏塔TV唷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要見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我們下次見